德克萨斯州的美国联邦法院一名法官 11月10日驳回了总统拜登 为数百万借款人提供高达2万美元的 联邦学生贷款减免计划 该法官表示 此计划篡夺了国会制定法律的权利 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 于10月21日搁置了减免计划 该法院正在审理内布拉斯加州 密苏里州 埃尔华州 堪萨斯州 阿肯色州和南卡罗莱纳州 对该计划的诉讼 而由于德克萨斯州地区法院法官的裁定 美国政府目前已经停止接受学生申请 据KTLA11月11日的报道 如果民众收到美国国税局AIS的信 不必惊慌 这可能意味着有钱等着您去领 国税局在今年10月中旬宣布 正试图联系超过900万 仍被拖欠刺激性付款 税收优惠或儿童税收抵免的人 国税局局长表示 国税局提醒可能符合条件的人 特别是家庭 他们有可能有资格获得这些宝贵的税收抵免 鼓励还没有为2021年报税的人检查自己的情况 即使他们不需要报税 他们仍可能有资格获得几个重要的税收抵免 国税局不希望人们忽视这些税收抵免 因此发出的这些信件将提醒人们 他们潜在的资格和他们可以采取的行动 国税局今年将其免费的申报工具多开放了一个月 截止日期将延长到11月17日 洛杉矶县经济机会部正准备启动和扩展 几个美国救援计划资助的机会 为洛杉矶县的小企业和求职者提供直接补贴和赠款 该部门提供了两个即将实施的项目 大流行复苏快速再就业补助 简称PRRR和经济机会赠款 简称EOG 目前PRRR项目正在进行中 雇主和求职者都可以填写申请 获得这笔赠款 该计划为小企业和求职者提供疫情后的及时支付 包括工作准备培训 过度就业机会 精简招聘和降低工资成本等 该计划将向1200名因新冠而失业或就业不足的个人提供服务 并将针对特定高增长行业的企业 PRRR项目向18岁以上就业受到大流行的负面影响的洛杉矶县居民开放 EOG项目简化了洛杉矶县小企业 微型企业家和非盈利组织获得财政救济和专门技术援助的途径 并整合了5个赠款机会 总额超过6000万美元 EOG的门户网站将于明年1月开放 但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非盈利组织可以提前填写申请表格 11月11日美股盘前 曾经为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FTX 在推特发布了申请破产保护的声明 包括交易所FTX.com 关联交易公司Alameda Research等130多个关联公司 已经自愿按照美国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 以便从全球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出发 有序的评估和变现资产 创始人Sam Beckman-Fried已经辞去CEO职务 全球第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 本周曾表示愿意收购FTX 但在发现FTX巨大的财务黑洞和监管风险后 决定退出 11月11日 中国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 对入境人员将7天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健康监测 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隔离 期间赋马管理不得外出 入境人员在第一入境点完成隔离后 目的地不得重复隔离 取消入境航班熔断机制 并将登机前48小时内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调整为登机前48小时内一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将风险区由高中低三类调整为高低两类 及时准确判定密切接触者 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 静降细 strom